一群杀手将特种兵困在屋内 子弹如飞鱼般袭来 将小屋射得千疮百孔 即使如此 特种兵都不愿撤退 因为他要拼尽全力 保护一位重要证人 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天女主小美来到五星级酒店 找服务员男友玩 当看到桌上的笔记本 不顾男友的阻拦 非要拿过来玩一下 没关系 我能破解 别乱动 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谁知房间主人地中海刚好进屋 看到笔记本不见后 急得满头大汗 因为里面藏有重要秘密 于是立马给保镖打去电话 而曾在房间内的男友自知玩大了 便趁着地中海离开房间时 想把笔记本偷偷放回原处 谁知保镖和地中海同时返回了房间 等看清死者是服务员后 地中海这才意识到 最多是偷个电脑卖点钱而已 并不是针对他们 今夜老大的保镖 当即有了主意 掏出一把新枪 放到了男友手中 将现场伪装成了服务员 暗杀地中海 地中海被迫正当防卫的场面 可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眼里 事情已经曝光 轰动了整个国家 小美作为案件的唯一证人 立即向社会发声 诉说真实原委 可这些都被地中海扭曲了事实 因为它是当地 影响力最大的军火商 背后全是滔天 又利用关系和各种贿赂手段 成功将此事定性为正当防卫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警局 就连警方也很无奈 但他们知道 想要成功扳倒地中海 只能保护好 小美这个唯一证人 所以便将小美转至安全屋 并派遣三名特警 贴身保护 这名特警刚下班 就被一把枪顶在脑门上 随后 歹徒用炸弹破开防门 想要枪杀里面被保护的证人小美 男特警大壮迅速将小美拉至身后 掏出手枪 连分射击 女特警则在一旁 打起辅助 一番激烈交火 终于消灭了歹徒 科女特警却因保护小美 死在了歹徒枪下 为了弄清楚警局是否有内鬼 大壮约了局长在地铁站碰面 经过一番交谈 得知这个案件除了警察外 还有检察院的人牵扯其中 看来现在警局和安全屋都不安全 必须由自己寻找地方保护小美 可这么一来 就不符合警局的制度了 局长刚想拔枪阻拦 但大壮先发指人 将他扣在了椅子上 扬长而去 这么一来 大壮也触犯了法律 第二天 局长的一纸通缉令 务必要将大壮捉拿归案 这下同时惹到了黑白两道 走投无路的大壮 带着小美来到乡下的一处农场 找到曾经的战友寻求帮助 另一边的地中海也没闲着 经过一番调查 得知了大壮的身份 特种兵出身的他 还曾参加过许多战争 是一个经验和身手 同样老道的人 于是地中海当即下令 雇佣更厉害的杀手 去暗杀大壮二人 与此同时 战友也告接大壮 一直藏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只有杀了地中海 才能了结此事 但还没开始行动 敌人就杀了过来 巧的是 大壮刚好去城里 去给小美买药去了 战友只好先将小美藏在密室 又给大壮打句电话 生死扩在眉睫 战友把枪藏在身上 等到杀手踹开门搜查时 他瞬间掏出枪来 击毙了数名杀手 但由于双腿残废 无法行走 没多久 战友就被乱枪射死 好在这时 大壮也赶到农场 他一脚油门 撞碎杀手车辆 接着掏出枪 一顿乱射 看着战友死去 大壮通到骨子里 而小美也因哮喘发作 陷入了灰迷 抱着小美 大壮暗暗发誓 要为战友报仇 亲手杀了地中海 医院中 一群歹徒正在追杀 大壮和小美 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但大壮一把小破枪 又启示歹徒冲锋中的对手呢 很快就被打中老药 当场摔倒 好在此时警察赶到 双方配合成功歼灭歹徒 而负伤的大壮 则带着小美逃到一所旅馆 可这里根本没有药物和工具 眼看伤口越来越重 没办法 大壮只好冒险 带着小美去找前女友帮忙 经过前女友精心救治 大壮总算捡回一条命 但这里终究不是安全之地 康复后的大壮 带着小美和前女友 再次来到战友家 还没来得及 掩埋战友的尸体 杀手们再次杀到 看着对方个个都身背步枪 大壮知道此战凶多吉少 于是让小美和前女友先走 自己则留下断后 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俗话说 好汉也驾不住人多 就在这两面家具之下 大壮被当场射中 但他仍挺着一口气继续作战 直到战至最后一刻 几天过去 这晚地中海和保镖刚登上汽车 就看到了车内被人安装了炸弹 可还没来得及下车 碰得一声 两人跑去见了上帝 由此 地中海和保镖虽没得到法律的严惩 但也付出了应有的惩罚 而这一切正是死里逃生的大壮所为 电影最后 警察内部的卧底也被查了出来 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而大壮三人也终于没了后骨之忧 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了一起 本片来自动作冒险电影《孤单保镖》 作为一部枪战片还是非常优秀的 各种枪林弹雨的画面 以及演员们的专业手法 和训练有色的作战方式 让人看着血脉膨胀 好了 今天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